請問一下您就是有關於政新券這件事情 因為現在行政院確定要趴五倍券這件事情 那藍營就一直說什麼 我要獻金 我要獻金 那縣長你也有說支持我要獻金這件事情 避獲者說你把它延期延到三年 那你可以跟我們說明一下 大概是怎麼樣的一個規劃嗎 呃 我必須再度重申 我希望政府能夠了解民間疾苦 那雖然蔡總統一直沒有窮過 那素稱昌院長他之前家裡失竊了一百多萬的現金 他也不見得多心疼 但是希望他們能夠了解 民間辛苦的人的確是非常多 那現在首要之物就是要紓困 大家急著要獻金 我們要呼籲政府應該要站在人民的本位 來思考發現金的問題 不要站在官僚主義 來做一個忘記民間疾苦的作為 我們要再次的呼籲 民眾要的是獻金 那我們要呼籲賴清德副總統 還有潘孟安縣長 他們之前媒體上都表示 在發消費券的時候呢 他們口口聲聲都是要獻金 現在發獻金當年他們的訴求 這些理由都是還存在的 他們應該也出來來大力的呼籲政府 人民需要的是獻金 很多人活不下去了 獻金才能夠救急救困 那現在行政院如果一意孤行 非得要五倍券 那我幫大家想到一個 可以解決當前困境的方法 也就是說在時程方面呢 我們不要讓它太短半年就結束 至少可以延長到三年 為什麼我會提到延長到三年呢 因為這個疫情隨時可能會發生 那在疫情現在還是很嚴峻的時候 大家不見得會在短期之內去消費 所以應該把這個效期延長到三年 這是在使用期限上面 那在使用的項目方面呢 我覺得應該可以擴大 因為不要忘記啊 我們人民呢 繳稅金給政府 政府是收我們現金啊 那既然他現在發五倍券給我們呢 我們人民也可以要求 那將來我們繳稅就 繳五倍券給你政府嘛 而且這五倍券是你政府發行的 你不能承認說它沒有用嘛 所以我希望能夠擴大 包括繳稅金或者是繳房租 那現在也快開學了 很多同學們他繳學費有困難啊 應該也要讓他們可以拿五倍券去繳學費 那現在每個月大家要繳 包括我們的水費電費瓦斯費 這些都是跟民眾息息相關的 你既然要堅持發五倍券 那希望你也要把五倍券的功能要納入 可以繳水費電費瓦斯費 就是一些民眾生活所基本必需的 還有學費各方面擴大它的使用範圍 這樣才能夠真正落實照顧到基層的民眾 這是我在這邊在城市的呼籲政府 一定要懸崖勒馬停止錯誤的政策 不要再讓民眾失望了 請問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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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 最喜多的事 這一請問我請問我會 請問我請問我會 可以有一個問題嗎 那我請問我會有一個問題嗎 我請問我會有一個問題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